上次征集了很多粉丝的意见 我看了一圈 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蓝兔 把鼻梁画一袋蓝 然后弹幕又开始打阿凡打了 我要是能想到蓝鼻梁 整体还不违和的妆 我马上出好吧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出一下打紧 上一个视频小恰了一下 我也是要吃饭的 所以让你们久等了 今天的底妆用的是粉双 打紧的皮肤嘛 必须完美无瑕 所以要遮瑕力好一点的粉底 把我的老脸遮住 现在普通的粉底颜色 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也满足不了你们了 就爱看着卷的 粉底稍微使点劲 让粉底拍进去 是真的有用的 一百块钱 救命 我来顺便说一下 因为这次的高皮图 没有放在片头中 所以说想要涂的 直接在这截图吧 让我看看打紧的鼻梁 是什么形状 它没有鼻梁 那就不要怪我自由发挥了 说我有点的意思就可以了 尖一点 细一点长一点 哇 眉毛眉笔是 这叫半套的 我这期视频会把每一部的 用东西稍微的说一下 因为前两期我就是纯化妆嘛 然后就是不是好多人问亮片 就省得你们还在评论区弹幕问 我就直接就对就都说一下就可以了 我感觉我这个已经逐渐地从灵感创造变成靠死你人了 我上一期红太狼后台审核强迫爆我的视频从美妆区拉到了靠死去 然后它的眼影是那种粉灰色 用这盘小听的 先用这颗颜色打一下底 哇 这盘配色 好搭计啊 给它从睫毛根部然后往上 预染一下 不要超出眼眶就好了 就这不就是眼眶吗 为什么不要超出待会儿再说 同样的范围用这颗粉色 有一点点的钱呢 再用这颗颜色叠一下吧 最后再用这颗颜色加深 沿着睫毛根部往上推往上韵染 然后颜色就是逐渐地深就可以 那呢我要用遮瑕画一个反向阶段 虽然我知道它的那个眼皮是它的画风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眼妆太普通了 还像肿了一样 所以说我就按照它的那个画一个 勾一个边界 然后用眼影定妆 亮片的话还是用它哈 妈呀这个色号 完全看不到色号 我回到后期打上吧 趁它还没干 我再铺一点这个人鱼肌 粉金偏光色 这次眼线的整个妆容中还算挺重要的 用的是蔓延的这个黑色眼线液笔 眼头要这样开一个尖 我当时拿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 它的一个线条可以画好细啊 而且这感觉画下睫毛也挺合适的 特别好掌控 然后再用这个眉红色穿插着补给根下肩毛 这眉红色好像是蔓延的新品 它饱和度挺高的 是那种玩装必备色 顺眼皮贴是它 NQG 从我做美妆博主到现在一直用的这个 前面先贴一个 然后后面压着它再贴一个 然后等它干掉 然后现在两边眼睛都贴上了 但是它是湿的 我没法睁眼 我先把其他的步骤做好 先打一点高光 我现在眼睛不能睁开哈 我说一下就是偏光神移基色打高光 鼻头啊鼻梁是粉粉的 然后 然后好像脏糊 腮红还是用百搭色吧 Kleidos的 把它涂在眼尾的位置 稍微制造一点眼尾红 可以往太阳穴的位置来着 然后我觉得再稍微贴几根下睫毛 最后的眼妆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我还有没有什么忘记画的 上次红太郎那个质我就忘记了 口红我刚才试了这么多颜色 就找不到一支合适的灰粉色地儿 结果 还得是Kiko 103 讲的稍微叠加一点点红色 这个颜色 在嘴的内圈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嘴有点太欧美了 用另一头的唇蜜 稍微点一点点工作感 好 画完了 来打分吧 哦 忘记说结束语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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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愿意不凋停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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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ation